何嘉荣啊何嘉荣 你很强大 可别让我找到机会哦 796集 我是医生 米国医疗协会的医生 病毒方面的专家 安妮说着 急忙拿出了自己米国医疗协会的证件 展示给众人看 她急切地想证明自己的身份 一时间似乎忘记了 这些愚昧封建的村民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米国医疗协会 大家伙听到了吗 啊 这养鬼子也是医生 我们用塔基山神也一样 秃子压根就没有理会安妮的话 直接冲着一众民众呼喊一声 她话音已落 一众村民顿时答应一句 亲情激昂地立马朝着安妮围上来 做事要来抓她 安妮的几个保镖见状吓坏了 立马朝着人群狂奔了过来 想要解救安妮 但是为时已晚 他们还没有冲上来呢 人群已经整个地将安妮围在里边 将他们挡在了外边 抓住她 抓住她 人群里一边大声地叫喊着 一边伸出满是泥垢的脏兮兮的手 来抓安妮 啊 退后 你们都退后 安妮吓得花蓉失色 从小到大一直跟彬彬有礼的上流社会大交道的她 哪里见过这种阵势 看到周围挤满了粗糙面容 以及伸过来那黑乎乎的手掌 她彻底地吓坏了 内心不由生出了一股巨大的绝望感 不过 眼见她就要被众人抓出的那个刹那 一个身影突然从天而降 接着利落的两脚踢出去 将她面前的众人连带踢着倒了一大片 安妮身旁的压迫感顿时轻松了不少 她立马转身朝那人影看去 见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林宇 林宇面色阴沉 突然一把将她搂在怀里 抱着她的身子一转 接着又是一脚踢出去 将后面来袭的一个男人狠狠地踹飞了出去 跌落在人群里 谁再上来我不客气了 林宇手腕一转 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张黄色的符纸 猛地往上一睁 砰的一声巨响 只见符纸立马发出了一阵巨大的火光 随后一善而逝了 一众村民看到这种奇怪的景象 陡然间被吓住了 这才安静下来 眼神颇有一些畏惧地看向林宇 安妮吓得紧紧地缩在林宇的怀中 面色惨白 大气都不敢出 不过很快他便镇定下来 因为感受到了林宇温热的胸膛 他自心底感受到一股深深的安全感 林宇紧紧地揽着怀里的安妮 然后他冷冷地扫了一眼周围的人 目光如刀 吓得众人不由地往后退了一步 你是什么人 秃子率先回过室了 他迅速地往前踏一步指着林宇骂道 刚才你手里的是什么东西 秃子不许对道者无礼 这个时候 十家屋子的村长立马冲秃子喝吃一句 站出来大量着林宇 冲林宇恭敬地说道 小师傅 您刚才手里拿的可是道家的这些重服指 不错 林宇冲他微微一笑 知道他把自己当成了会倒数的道士 小道长 失敬了 村长闻眼面色一变 恭敬无比地冲林宇鞠了个躬 村长 您可别被他给骗了 秃子狠狠地冲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然后冷冷地扫了林宇一眼说道 这小子哪看起来像个道长啊 给我闭嘴 村长皱着眉头 恼怒地呵斥了他一声 随后转头兴冲冲地冲林宇问道 小道长 您这次来 是为了帮我们这里的村民驱邪震煞的吗 林宇刚才那时候 他年轻的时候 也在一个十分厉害的道士身上见过 那是一门厉害的功夫 所以他断定林宇不是一般人 我是来帮你们的不假 但我却不是什么道长 林宇望了他一眼 淡淡地笑道 他会悬术不假 但是跟那些个只会装神弄鬼跳大神的道士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咋样村长 我就说这小子不是什么道长吗 秃子神色一阵急忙说道 你不是道长 村长也显得极为意外 差一说道 那你怎么帮我们呀 我朋友刚才说了 你们这些村子的情况是病毒感染 与山神是无关的 林宇望着他们淡淡地说道 而我呢 是一名医生 一名医术还算说得过去的中医 所以 我自然能够帮到你们 中医 村长皱了皱眉头 打亮了林宇一眼 其他的村民也都看了林宇一下 低着头 低声地诧异几句 但是 看着林宇的眼神中仍旧带着先前的那种敬畏 跟大城市里来的现代人截然不同的是 他们在听到中医这两个字的时候 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鄙夷或者不屑 相反 他们听到林宇是中医之后 敌对的情绪倒是减轻了不少 因为在村子中 他们祖祖被卫生病都是看中医的 而且 他们这里的中医很是纯粹 很多都会注油之术 利用福祉或者是教魂术之病 所以 他们自然对中医都十分地敬重 不过 因为中医太过庞杂 十分难学 发展发展着 他们这里的中医医生就开始没落凋零了 像样的中医医生 已经所剩无几 林宇似乎也察觉到了 他们对中医的敬重 他心中不有感觉的有些许安慰 这还是第一次他说出中医两个字 得到对方如此大的肯定 所以他对这些人的厌恶之情倒是减轻了几分 也更加地想要帮他们医治好这种病毒 那你说你要怎么给我们治病啊 村长有一些疑惑地大亮了林宇一眼 语气当中显然还是带着满满的质疑 虽然他们这些人都推崇中医 但是他们知道中医医生到了一定年龄才会有所成就 对于林宇这么年轻的中医医生 他们自然持有怀疑态度 刚才我的朋友已经说过了 我们首先需要找到感染源 如果你们能够帮我们尽快找出病毒的感染源 那我们自然就能尽快地医治好你们 林宇望着他们耐心地解释道 刚才他上山的时候观察过了 这里地势复杂 山岭沟壑纵横 植被动物 种类庞杂 数量巨大 他们想要在短时间之内 找出病毒的感染源根本不可能 不过如果要是当地人能够帮助他们的话 那他们找到感染源的时间肯定会大大减短 所以林宇需要他们的帮助 到时候一定是会事半功倍的 村长 你可别听他胡说 他这么年轻 那遗数能高哪儿去啊 秃子站出来冲村长说道 俺怀疑 他是被这些士兵找来的徒 故意糊弄俺们呢 哎呀可不是吗村长 别听他们这些虚头八脑的 俺觉得这秃子说的对 上山下山那嘎打的路 都被这帮当兵的犊子给疯了 如果他们不是这帮士兵的同党 他们怎么可能会上得来啊 人群当中一个比较精明的年轻人 也赶紧跟了出来 跟村长说了一句 村长面色阴沉 也觉得秃子和小年轻话在里 他打亮林宇一眼 神色迟疑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这个时候 砰的一声 旁边突然响起了一声响亮的枪声 众人吓得身子同时一颤 只见均匀的铁栅栏门打开 而从里面涌出了数十名 扛着步枪的士兵 先前那位上尉也跟着士兵挤出来 带着人快步围到安妮跟前 冲安妮低声说道 您是米国医疗协会的安妮会长是吧 请您跟我们进来 每当我被何家荣狠狠教训的时候 我最爱听书 尤其是铁三角的书 你们问除了女婿还有什么 傲风啊 一刀苏苏的傲风 也同样能治愈我心中的伤痛